各位同學,我們回到我們 chapter 7 的 worksheet 1 Routes of a number a 這樣才算 這個討論是 root a 的概念 第一樣東西就是我們低方都學過了 比如說 x square 等於 a 我選擇 x is square root of a 是平方筋或者開方 這個符號就是這樣寫的 記不記得?這個叫 square root of a 如果 x 的三次方等於 a 我們想找回原本未三次方之前的 x x 就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 cube root cube root of a x 的符號就是這樣寫的 都是用回開方的符號 但是要加一個三字,實際地加三字 如果 x 的四次方等於 a x 就叫做 fourth root f-o-u-r-t-h 開四次方根 是 fourth root of a 那這個符號是怎麼寫的? 你猜不猜到呢? 一樣是用回這個 square root的符號 但是這裡加一個四字 那就叫做 fourth root 好,我們縮小一點 我們舉一些例子 比如我們說 你已經實識了,開方四十九是多少? 那當然等於七 那你說開三次方, cube root of a 一二五呢?是多少? 嘗試想想 有什麼三次方是一二五呢? 沒錯,就是五五 那譬如我們說 16開四次方又如何? 有什麼數的四次方是16? 2嘛,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2 那這個就叫做 root 讓我們嘗試,這個比較深一點 開三次方,如果是負二十七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數的三次方是負二十七的呢? 就是負三 沒錯,就是負三 那這個就是root這個概念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如果x的n次等於a 那x就叫做nth root of a nth root就是這樣寫法的 在這裡寫個n字 開n次方根 好,這裡就說到root這個概念 好,那第二個概念 它就說到一個rational index Rational,大家記不記得這個字呢? Rational 有理數,就是一個分數的意思 Rational index,就是指數是分數 例如說 a的二分一次,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代表 square root的意思 記住這個是定義 如果a的三分一次 其實就是代表它的cube root 如果a的四分一次 其實就代表就是a的開四次方 4th root 這個意思 這個就是nth root的意思 好,我們就縮小 OK 好,我想問你,知不知道 8的三分一次是多少? 8的三分一次 其實就是8的開四次 cube root 就是2 如果是64的三分一次 其實就是64的cube root 就是4 如果是-125的三分一次 其實就是-125的cube root 有一個負數 就等於是-5 好,各位 這裏就關於那些root的概念 有沒有問題呢 你試試看 我們的worship1 你懂不懂做裡面的數 好嗎 OK 好 暫停 我們死去 waa farmers